好,第13小节,节奏反正挺有意思的 那大七挑七,这个要用肉音 要用肉音 虽然后面这个音挺长的,但是也用肉音 用肉音也是我们加,这也是一拍半的音 大家看到吧,这也是一拍半 保留只放五弦,没什么疑问 保留只放五弦,然后大七挑七 这么一个音形 后面,那就只能是把这个假音从六弦移到五弦去了 大家看一下,这地方可以加一个戳 大七挑七用肉音,可以加一个戳 那就是挑六那个音就直接取音 挑六那个音就直接取音就好了 好,在这 也是加了两个 也是加了两个 好 后面这个 又是大七勾六 好 这个 从五弦的那个六徽二分到六弦的七徽这个过渡 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柱 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柱 但是不用太明显 就是很顺畅的就过来就行了 可以有一个小柱,没关系 那五弦和六弦都是用假音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五弦在六二上 这个要抬起来过渡到六弦 它就是一个要,是要移手的这种过弦的 好 好,到了这儿 这个七弦 这个七弦也用假音 这个七弦也用假音 因为它有走音了 有走音,我们用很长 两拍的一个音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用假音 那这个假音 这个要加一个戳 所以等于是你在这个六弦 那这抬起来很快的到了这个七弦的七徽往下的地方 再回来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些是需要去做 有这种过弦啊 中间你感觉上那肯定是有一定的段 但这就是很小 你要把它处理的让它很几乎就是听不出来 虽然它没有像假肉转换这种中间 确实是一点那个段都没有 那这个稍微有一点段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处理的 让人感觉还是比较连贯的 好吧 我把这再弹一下看一下 中间 只有就是第一个七弦是用肉音 后面的都是用假音 所以就牵扯到有很多过弦 这个勾七啊 加一个戳吧 因为这个音很长 两拍这个走音有两拍 然后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一拍 这还是很长的 所以加一个戳 否则的话 嗯 就是显得那个细部不够 嗯 嗯 然后 对 看一下啊 再来一下 可以 嗯 就是这样 有中间有一定的 嗯 过弦的这个小的小小的gap 争取 尽量的让那个 嗯 很很很 就是让大家不会有这种 嗯 嗯 音断的这种感觉 嗯 速度差不多 这还是太快了 太慢了 可以再慢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啊 它就是一拍一拍的 当然这个 嗯 就是用这个给弄了以后 必须再把它给抛弃掉 因为 这个弹出来就是很死板 你真的完全弹 跟这个完全弹的一样 嗯 就肯定是很难听 可是呢 又又必须让它给你规整一下 所以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很有意思 你心里面有要一定要有一个律动 首先是 但是你要是完全是呃 一一秒 一秒 就是就是 完全百分之百的 嗯 精确的 那又是又是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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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 我就是弹的 我跟它完全 跟它完全合啊 就不好 我其实真的要弹的话 我也肯定不会 我中间肯定哪要稍微长一点 哪要稍微短一点 肯定是要这样的 但是呢 那我心里面有个律动 这就是 我 我想跟它弹的完全一样的时候 我能够跟它弹的完全一样啊 就是这样子 大家再看一下啊 可以就感觉一下啊 那 三 二 三 二 四 一 一 三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三 感谢观看